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条就是尽量购买合资车 主要是主聊厂家大家都叫的上名的品牌都比较保值 第二就是买老款或者改装款 同能品质价格却低很多 第三就是不要入手车铃大的 比较容易出问题也很难再卖 从实用上来说第一点自然是挑发动机 一般来说买自然吸气的不容易发生事故 第二点就是别买经手次数太多的 这种车一般都是有很大问题或者是不能轻易去好的故障 车子极易出现累积性的损伤 第三条就是别人入手小中车款 不仅保养维修比较难 一需要替换部件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不是买不到就是特别贵怎么都不划算 看完了这些你就可以去挑选自己的新衣车型了 不过最好还是找一个了解行情的朋友一起参考一下 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开其他问题